坐落在行刺莲花奥里的藏传佛教格鲁派 六大寺院之一的青海塔尔寺内 积雪未消 橘黄色的展展苏油灯随风咬夜 11月25日 葬立10月25日 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 宗喀巴大师元祭605中年纪念日 据说 宗喀巴大师元祭时 孙俗信众曾点燃苏油灯 祈愿大师陈愿而来 之后 人们便将这一天定为燃灯日 即便前两日 青海大部分地区寒潮降雪来袭 依然男祖信众赶赴宗喀巴大师诞生地燃灯起步 孙俗信众扶老邪幽 在大金堂的院内 摆放了一个面积超过篮球场大小的巨型宿油灯阵 同时 很多信众也围绕大金堂院墙四周 小心翼燃灯 并在高原冷风中前传守护 燃灯日的塔尔寺夜晚 点点星光如璀璨银河 不少游客快越千里而来 与当地僧俗信众一起 缅怀致敬 我是专门从北京来的 今天专门为来塔尔寺参加这个燃灯节的活动 今天总共点了一万零八百盏灯 在这个殊胜的日子 也祈愿我身边的每一位朋友家人都平安健康 广东佛山过来的 来这边来参加这个节日 我也不是很了解燃灯节的寓意 我跟了三个汉族的朋友来参加燃灯节 与延续六百年的传统不同 如今在互联网时代 燃灯节逐渐开启云供灯形式 天南地北难以抵达塔尔寺的信众 或通过塔尔寺报名供灯 或通过自媒体直播间云参与其中 不远处 来自西藏拉萨的藏族小伙才让 站在灯阵中与屏幕前的观众互动 直播间中不断切换画面 片刻便吸引数百人观看 他说他已经值十余年 在社交平台分享燃灯见闻 已有千人通过他代为供灯 我是就是今天专门来从西藏拉萨 然后来帮助大家去供修药灯 然后因为有很多来不了现场的一些 比方说内蒙的一些信州 还有东北的新疆的 还有一些其他地方 因为很多原因来不了现场 所以说也是来帮助大家迎供灯 很多事情都是委托我 然后来供修药灯参加这个纪念的日子 也是现场大家也能看到这种气氛 非常